非常恭喜仰望的团队啊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在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下面能够做出这么一个 让大家对这部车不能说刮目相看吧 验证了大家觉得说哎这部车长这个样子终于有一个 跟他相匹配的一个圈速的成绩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真知卓剑了 这期节目呢算是一个加刊版 因为就在昨天呢仰望U9发布了他们在纽北20.8公里的一个单圈 一刀未减版本的车载视频啊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点评这一圈 然后呢也会将这个单圈呢 跟小米苏伊奇Ultra的普通胎的版本做一个对比 当然两个车呢它不是一个直接竞争的关系 而且两个车它的改装的幅度呢也不可同流而言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对比着来看看呢 两个在纽北正在刷圈的很top的品牌啊 他们在赛道上面这个表现分别是怎么样的 那首先呢要先说说两个车 他们这个不可比性啊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小米的Ultra Prototype呢 它其实是一个基于原来的Ultra版本 然后由这个专业的改装公司 ProDrive把它进行了一个赛化的改装 有点像改出来一台GT的赛车 那么它的目的是为了快速去验证小米苏伊奇Ultra这部车 尤其是三电系统呢在纽北这条赛道里面的性能上限 它是以完全是主攻圈速打造出来的一台刷圈机器 然后呢Ultra呢它更多的是用纽北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舞台 来验证一下他们家的这个技术 包括这个E四方的电机啊 还有云脸的底盘 包括他们的整个刀片电池等等的这些比亚迪自有技术的架构 究竟在纽北能跑多快呢 他们更多的是用圈速来去验证啊 他们的技术的这个含量 所以两个车啊 他们的开发的思路跟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车载里面看到这个内饰就知道了 小米苏伊奥塔普特胎呢 它是所有内饰完全拆掉 看到的好像是防滚架比内饰版还要更多的 然后仰望的U9呢 它还是保留了原厂的这个内饰 然后只是加装了一套防滚架 换了一张大耳朵的同意 因为他们两个所处的榜单的维度都不一样啊 Ultra它冲击的是原型车榜单 然后U9呢 它冲击的是一个量产车的榜单 那但是大家也会疑问啊 就是所谓的U9 它那个身上的套件叫做可量产 那是不是就有点鸡贼呢 其实可量产这个东西呢 在很多的牛北冲击快圈的车上面 都是用这种所谓的可量产的 可量产的意思就是 它身上的所有的零件 是经过了牛北的相关技术验证 证明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量产的零件 装在车上 它才可以冲击这个量产的榜单 否则的话呢 你只能去冲击那个Poodle Time原型车的榜单 那至于未来会不会量产呢 确实这个不应该问我 还应该去问仰望 但是可量产三个字呢 就说明了这部车 它在量产车榜单上面是合法的 OK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两个车其实它在刷这个圈的时候 都是处于一种 不是最完美的状态 U9呢 大家都知道 它之前抱过胎 抱完胎之后呢 那它在很多的路段呢 它也限速限功率了 所以它在大直道的尾段 速度只有275 而苏七Ultra的PortoTide的版本呢 它就遇到了赛道湿滑的条件了 有很长一段路呢 它是不能够马力全开 然后也遭遇到了传感器被树叶遮挡 导致了一小段的失速啊 所以两个车的圈速都不是他们的最佳表现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只看到这两部车的圈速 因为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这两部车更重要的 是他们通过纽北 以纽北作为一个舞台 一个试验场去验证自家的技术 然后在纽北去进行车辆的调试 我觉得圈速更像是一个阶段性测验的成绩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关注这两位好学生 他究竟在纽北学到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可以将这些东西 转化成自己产品的哪些内力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 那所以前面的一大段的东西讲完了 马上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两个车的圈速了 好了 马上开始哈 然后两个车呢 会同时经过骑步线 然后看到U9 他在小变岛弯的弯心 最慢速度76 然后苏7是81 其实这个是因为两个车的用的轮胎完全不一样啊 Porto Time的用的是一个全热龙的轮胎 然后也有很夸张的空气动力学部件 它的下压力会更强 然后U9呢用的是一个跟加通联合开发的半热龙轮胎 简单来说就是有纹 然后呢空气动力学的表现也没有Ultra做的那么的极致 OK 然后两个车可以看到在补猎西里面的已经有明显的速度差距了 差了大概有半组弯脚啊 就一条小直路的了 OK 然后在这个苏7Ultra 出了这个最后一个弯 然后进入到飞机场路段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在飞机场的最高速度来到了270 非常的快 然后通过的弯性速度是来到了200 那基本上就是GT3RX的速度 然后U9的弯性速度呢是170多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Taken的GT 还有像这个FL5差不多的 来到瑞典十字架的地方呢 苏7啊已经超过300了 但是呢仰望的U9因为限速啊 所以来到这里它的速度也就只有270多 所以这里其实是吃了亏的 然后大家在经过了这个瑞典十字架之后 其实他们的秒差已经差不多有10秒了 无力动呢其实对于苏7Ultra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遗憾的路段 但因为这里很湿啊 所以它在这里完全就是松掉油门 慢慢的溜过去的 然后U9呢就很明显遇到了一个道路的状况会好一点 然后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全杆的状态 在最底下是达到了250的速度 然后上去之后呢 这整个路的路况也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然后回到阿登老森 连了两个车又回到了杆的路况了 然后苏7UltraPotetype它的出弯确实是更快的 但是仰望的这个车手啊 好像对车是更熟悉一点的 它每个弯它都能够打到一个确定的角度 然后这个Potetype的车手呢 它更多还是要在搓方向去找这个车的极限 好像因为是他们试车的时间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导致他们在开这个车的熟悉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车进入到一个非常高速的路段 在这个高速段呢 我是觉得小米苏7UltraPotetype它相对来说是很小心翼翼 因为这里还是比较湿滑的状态 如果这里能干的话 我觉得它的弯速能够提高20公里左右 所以这个Potetype还是有很多护挡可以掏的 在农耕源的地方 我看一下两个车的一个他们的时间差 就差不多是将近八秒钟左右 那就相当于说呢 之前这个湿滑的路段 让这个U9其实是追回了很多的时间 用换过来说 可以说Potetype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赛道条件下面 其实这里它应该能快个 我觉得10秒左右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互相的对照着来看呢 确实就看到两个车 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些优化的空间了 来到劳达湾就发现其实Ultra 它遇到的路况还是湿的 所以劳达湾它过得没有那么的快 如果它能够用仰望U9的这个弯速过 已经是很快的 在小盆地这块呢 Ultra遇到的路况还是有点湿 所以很多弯它是松着游过的 而且也过得非常的极限 所以这一段其实 如果我们参考仰望U9的车速的话呢 其实这一段对于Potetype来说 应该还有个两秒 然后在过勇者弯的时候 Ultra已经做到了190的弯速 然后U7是大概176 这个就是下压力跟轮胎的差距了 OK 好 接下来旋转木马 Potetype83 84 其实差不了多少 因为这个车底盘太硬了 所以在这里过不快 然后反倒仰望的U9呢 其实速度差不多都是84 83 左左右右 然后呢就在这一段 就是从旋转木马到辽望台之间 这个苏七完全没有了动力 好 然后从辽望台到小水井的这一段呢 很明显 其实U9的表现是好像走得有点挣扎 它是偏推的 好像在这个高速弯上面 它适应的不是很好 有几个弯都没有抓到弯心 但是苏七呢 显然在这里是更听话 而且车手来到这个位置呢 已经对车辆更加的熟悉了 它在过弯的时候 那个方向盘的动作是 操作的更加的轻柔 更加的顺畅了 所以从这里开始 其实苏七已经是一个 马力全开的状态了 好 我们在这个小跳台这里 先暂停一下 看一下两个车的 在小跳台的位置 它的差距是有多大 其实已经差了大概三四组弯了 然后现在U9呢 准备往这个小跳台进发 小跳台三二一跳 OK 差了18秒 这里也仅仅是差了18秒 那所以可能后面 为什么会拉得更开 我们来继续看 好 然后过这个 准备要到Bell of S的时候 其实苏七已经是追上了 然后在整个Bell of S 哇 这个苏七真的是超快 然后可以看到U9呢 它在这里遇到了一丢丢的雾 而且这个太阳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U9它其实是在 快要到赛道关闭之前呢 才做出来这个圈速的 因为其实牛北到了秋天了 它会很早就关闭 因为这个光照的条件的问题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于是我觉得U9也是在最后时刻 才刷出来这个圈速的 然后说实实那十块呢 这个苏七Ultra Prototype 它已经要进入大直路了 它在进入大直路之前 是220的速度拉直车身 然后仰望的U9呢 它是差不多190多200之前拉直 然后进入大直路 所以它们的出速度 已经有很明显的区别了 然后看一下这一段大直路 我们一般说BTGBTG 就是Bridge to Gate 我们看一下到了那个Bridge 也是桥的位置 这个苏七的时间是多少 好 到桥629 然后看一下这个仰望的U9 到桥的位置 好 六分五十六 也就是这里已经拉开了将近半分钟的距离了 这个就是两个车 它在急速上面的差距所导致的 因为Prototype 它在这里的速度已经到了314 而这个U9只有262 也就相差了超过50公里的速度 我天哪 所以不可想象如果U9在这里能够马力全开 解放自己的话 能有多快 那我们继续去看了 两个车在动物园这里呢 应该速度相差不大 但是U9的通过速度会慢一些 因为下压力的关系 然后两个车同时杀进T13 OK在这一段 其实两个车处理的都差不多 都是非常流畅的 最后充现的成绩呢 就是一部车6分46 一部车7分17 两个车呢 相差了也就是30秒左右 好 圈速对比就到这里了 两个车的圈速差距是将近30秒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30秒 就是两个品牌的高低差 大家不要一捧一踩 好吧 而且也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其实两个车的圈速的差距呢 很多是来自于他们的改装幅度 完全不一样 我分享一下 我自己看完这两个圈之后的 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吧 首先我看完这个Pototide的 一个圈速的时候呢 我是心里是非常澎湃的 然后当我拿到了这个车载的视频之后呢 我看看到有很多路段 这部车是没有办法能够马力全开 当时我是有点意难平的 而这已经是这部Pototide 在今年的最后的一个刷圈的窗口了 之后还要到明年才能够回去了 所以这个圈速可能要定格 大概应该是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都不能够再继续刷新了 所以觉得对这个车还是有点可惜的 希望它明年开春 能够找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窗口 再刷出一个更漂亮的成绩 然后U9呢 其实我一开始对它的期待 可能是7分15到7分20左右 那但是今天去看它的车载视频呢 我觉得它的表现应该会比这个圈速 要再快个五秒左右 我觉得是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 只要它放开马力 然后将这个轮胎的这个结构 再优化一下 让它不会再遭遇这种超高速爆胎的话 那么我觉得车手对这个车有信心的话 分分钟是可以冲到7分钟头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 非常出色的一个表现 那么仰望U9呢 我从它的整个车身的机械布局 包括它的动力 还有它的车重 我推算了它的圈速是在 可能是7分15到7分20之间 但是呢 没想到啊 它用一个不是特别理想的车矿消灭 就已经刷出了一个7分时期 那说明只要它能够解决这个轮胎结构 在高速爆胎的这个问题 然后能够把马力全部放开 车手对这部车更有信心的话 我觉得它分分钟是可以冲到7分头 这样一个高度的 所以这部车给我的惊喜 也是非常非常大 那么也非常恭喜仰望的团队啊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在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下面 能够做出这么一个 让大家对这部车 不能说刮目相看吧 验证了大家觉得说 哎这部车长这个样子 终于有一个跟它相匹配的 一个圈速的成绩了 然后昨天晚上我闲来无事呢 我就将这个仰望悠久的单圈 跟保时捷的Taken Turbo GT的单圈呢 进行了一个对比 我就发现很有趣哦 这是在勇者湾之前呢 其实两个车的速度是很接近 几乎没有差距的 但是从勇者湾到小水井的这一段呢 这个Taken Turbo GT真的是非常快 比起仰望的U9快了 差不多是7秒的样子 那这个就说明了保时捷 它这个地头蛇呢 对于这一段高速湾 真的是有非常独到的理解 让这个车你看 这个短短的可能也就 一分多钟的一个路段 一分钟的路段 就已经能够比U9快了 有7秒钟了 一分钟快7秒什么概念 那但是这个对于仰望U9来说 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第一个它在纽北 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学生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测试调教 它没有保时捷来的那么理解 那么深 还有它的动作 没有保时捷来的那么高效 所以这个差距我觉得 必须承认 但是并非不可抹拼 因为其实如果U9回到国内 对这样的一些弯道的特性 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优化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这部车 它真真正正可以对标 保时捷Taken Turbo GT的圈速 甚至在解决了这个轮胎的问题之后 我觉得它的圈速 真的是可以实实在在 比这个保时捷的Turbo GT 是要更加快的 这个就是我看了两部车的车载之后 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所以希望仰望也好 小米也好 你们既然已经在纽北 算是浅浅的扎了一个根 虽然根系不算特别的茂盛 但是既然你们已经到了那边 而且干出成绩了 那希望两个品牌在明年 也可以再接再厉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我觉得没有说 哪个品牌要给哪个品牌使绊子 这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大家都一起 去把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去立一个高度 团结还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这一期的真知灼见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明年我们再一起去关注 这两个品牌 还有其他品牌 在纽北的表现吧 好 拜拜 看完视频 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 想向我们提问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在首页点击选车 就可以一对一 找我们提问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